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俄乌局势 俄乌局势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就是前线的情况 第二方面是乌克兰政府泽连斯基他们的反应 第三方面是美国这边的情况以及俄罗斯对美国的反应的互动 第四方面就是关于那些地下的大鱼 现在在俄罗斯是什么情况了 好,第一方面先说这个前线的情况 前线的情况前两天跟大家说了 俄罗斯方面是把他们打散了 单独形成一些小的包围圈 那俄罗斯管这个还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叫小锅战术 小锅就是炖肉的那个锅 特别形象的就是说把这些肉放到小锅里面分别去炖 那同时还看到俄罗斯方面还用一些宣传的战术 一个是通过特殊的炮弹把船单打出去 打给这些乌克兰的军队 让他们看到这个船单以后瓦解他们的心智 而且给他们指出一条投降的道路来 另外一方面呢 俄罗斯方面还开着战车 战车上面布置了那个大喇叭 用那个大喇叭呢跟乌克兰军队喊话 通过这么两种方式进行攻心战 这个攻心战呢也挺有作用的 有很多的乌军呢就投降了 那这两天呢跟大家说了哈 北顿涅斯克市 这个城市呢已经包围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些投降 有一些呢就跑掉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据俄罗斯这边说呢 已经分三面给他们包围的 但是呢有一面它是一条河 这条河呢一共有四座桥 其中的三座桥已经被俄罗斯给炸毁了 那有一座桥呢 现在是由俄罗斯来控制的 所以说呢他们是跑不了的 但是我看到呢 有记者在现场采访 那这个北顿涅斯克市里面的市民呢 有一些很显然呢 他们是乌克兰族的 他们就在抱怨这个乌克兰军队 他们说跑掉就跑掉了 根本就不管这些老百姓 老百姓还抱怨说呢 说乌克兰的总统还说他们是英雄 这是哪一门字的英雄呢 把老百姓扔了自己跑了 那现在呢因为有一些乌军投降了 有一些乌军呢逃跑了 现在在被顿涅斯克 它这个城市啊 东部以及南部 现在没有人把守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进入了顿涅斯克市的街道里面 从东边以及南面进去了 等于说呢 这个包围圈又进一步的缩小了 估计很快 这个被顿涅斯克市就拿下了 也没准明天的这个时候 就收到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 被顿涅斯克市已经完全拿下 那北顿涅斯克市它和另外一个城市叫利西昌斯克 是隔着这个河两个城市呢紧挨着的 好像是那种双子城似的 就隔着一条河 本来呢这两个城市可以互相呼应的 如果说北顿涅斯克市受到攻击的话呢 利西昌斯克就可以从那边打炮 隔岸打炮 现在呢如果把北顿涅斯克市拿下 那利西昌斯克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拿下了 好这就是前线的情况 那前线的战事的情况呢 就决定了谈判桌 那乌克兰方面是一个什么反应呢 乌克兰的总统就说了 前线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然后呢他就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他希望能够和普京面对面的进行讨论一些事情 请注意啊他是这么说的 那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 他谈判团队的这个领头呢 就是总统顾问 总统顾问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这个谈判呢 是完全听从总统的意愿的 总统让怎么谈就怎么谈 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到总统说呢 他说我们得面对现实 要寻求谈判 但是呢这个总统顾问他说了 他说呢和俄罗斯谈判 就是耽误功夫 和俄罗斯谈判即便是达成一致意见 达成一个协议也是一文不值 那就很显然 泽连斯基呢和他这个总统顾问 他两个的说法呢是完全矛盾的 那克里姆林宫方面呢就表示说 你们自己先商量好吧 你们自己这种自相矛盾 是你们乌克兰不愿意谈判的 你现在泽连斯基又提出来说 面对现实 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先商量好了再说吧 那同时俄罗斯方面就是说呢 泽连斯基的这一些表态呢 实际上呢是向美国表态的 他总是呢拿这种说我要谈判了 或者说呢我要后退了 我要投降了 或者我要逃跑了 用这些话语呢 其实是来刺激美国的 希望美国呢你赶紧采取措施 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 那我就要谈判了 这也确实是呢很符合逻辑 我多次说过啊 这个乌克兰他这些年以来 他甜美啊 他真本是没学到 但是呢这种玩弄画术的这一套呢 他还真是学到了 他很善于来玩弄画术 来刺激和操弄别人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 他说的这话呢能够传播出去啊 能够在全世界呢有听众 其实呢也是西方利用他 利用他这张嘴 你比如说前两天 他在达沃斯论坛上面的讲话 然后呢他们西方全都站起来鼓掌 站起来鼓掌啊 表示呢对他是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崇敬似的啊 实际上呢这就是西方在制造这么一个氛围 制造一种政治正确 来孤立俄罗斯 孤立中国 以及孤立这两个国家 同一个阵营 那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呢 泽连斯基讲完了以后他们都站起来鼓掌 然后呢记者就开始聚焦 有一组人没有站起来 因为他的长相呢 他们根本就分不出来 他们是谁 CNN就说呢 这就是中国代表团 他们不站起来 不给泽连斯基鼓掌 结果呢事后被事实还打脸 中国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现场 中国就没有好意思指出来说 那就是越南 但是呢之后CNN他自己发现了 那就是越南代表团 也就是说呢 他们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泽连斯基 搞这种集团对抗 好泽连斯基他玩这一手呢 也确实呢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美国现在就在考虑 给乌克兰的这个武器要升级了 那前一段时间呢 乌克兰一直就想要那个远程的多管火箭炮 美国一直都不改 那昨天呢 美国就吐口了 美国说现在在考虑 给乌克兰提供这个远程的多管火箭炮 最迟下周要拿出来一个决定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真的成型的话呢 还真的有可能会改变战争的态势 俄罗斯方面对这件事呢 也是非常重视的 拉夫罗夫在今天也做了一个讲话 认为如果美国给乌克兰提供这样的武器的话呢 那这个战争将会升级 而且呢 这个升级是不可接受的 俄罗斯绝对不会手软 如果乌克兰用这样的武器 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话 那么俄罗斯将把基辅移为平地 那战争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了 但是呢 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啊 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啊 它根据炮弹的不同 它的射程实际上也是不同的 它给它提供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它会给它提供70公里射程的炮弹呢 还是会给它提供300公里以上射程的导弹呢 因为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呢 它可以发射两种 一种呢 是炮弹 一种是中程导弹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之前呢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冷战期间 是有一个中程导弹协议的 还记得吗 简称中导协议 那后来近两年呢 美国就不和俄罗斯来续签这个协议 现在等于说呢 它们之间就没有这个中导协议 这回给它提供的这个导弹 如果说达到900公里以上的话 这就是中程导弹了 如果乌克兰拿到这个以后 如果它部署到比如说哈尔科夫 它就能够打到莫斯科 不过呢 俄罗斯一早已经威胁了乌克兰 如果你胆敢攻击我的境内目标的话 我就把基辅给你一位平地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对于给乌克兰提供这个海马斯 是非常犹豫的 之前是断然拒绝的 现在呢 可以说还是在犹豫 因为它会改变这个战事 然后呢 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呢 在俄罗斯手里的那些大鱼 这段时间俄罗斯没闲着呀 对于这些大鱼啊 都是一直在对他们进行审讯的 今天俄罗斯公布说 有大鱼向他们供述 给俄罗斯一方呢 提供了证据 证明美国参与战争 这个消息呢 是非常简短的 没有更多的细节 俄罗斯方面也不可能公布更多的细节 他就会公布一部分 来吓唬你美国 对吧 吓唬美国 你这些大鱼已经给我们提供证据了 你怎么着吧 同时呢 俄罗斯还公布说 在马里乌波尔的地下 发现了美国给亚素营提供的瞄准镜 瞄准镜这个东西呀 你别小看它呀 它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呀 它并不是武器上面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呀 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 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能大幅度的提高武器的战力 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给亚素营提供这个东西 就是支持恐怖组织的 美国你支持恐怖组织 今天呢 还看到加拿大承认 说在过去的七年期间 一共培训了三万多乌克兰的军人 这其中就包括前一阵的闹得沸沸扬扬的 至今这个媒体 以及美国的华盛顿大学 对加拿大政府不依不饶的 关于培训了乌克兰的纳粹分子的那些人 加拿大培训的这些人里面 包括亚素营的纳粹分子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加拿大呢 变相的承认了这件事情 因为加拿大呢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审查 这就是承认了嘛 好 美国 加拿大 支持培训 纳粹分子 这个事情呢 说实在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可以提到联合国的法庭上去进行审判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可以提到联合国法庭上审判的就是 关于猴豆这个病毒的来源问题 今天俄罗斯又爆一个大料 俄罗斯的卫星社报道说啊 说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会联席主席 康斯坦丁科萨乔夫 周六的时候呢 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 调查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议会委员会 打算讨论国防部关于猴豆流出的地方 也就是尼日利亚 美国在尼日利亚有四个实验室的这件事情呢 要进行讨论 来研究猴豆的病毒来自于美国在尼日利亚实验室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这里面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话呢 就会提交联合国来讨论 建议联合国对美国在尼日利亚至少四个生物实验室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新闻 我相信此时此刻呀 美国的相关人员已经在瑟瑟发抖了 俗话说多行不易必自毙呀 美国你做坏事做的太多了 迟早会被鬼敲门的 诬陷别人没有用的 诬陷中国没有用的 中国是属于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中国没有做的事情 你这个鬼再来敲门也没用 好 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